还是保VL235B双光源智能台灯 在智能界网免费使用中 快来申请吧 近日Vivo Next 3的配置信息被曝光 其屏幕将采用屏占比为99.6%的无界瀑布屏设计 配置上搭载骁龙855plus处理器 搭载主设为6400万像素的后置三摄 从目前消息来看 Vivo Next 3采用瀑布屏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如果该手机的屏占比真的高达99.6% 那么在正面视觉下 目骨是无法看到侧边框的 这样的窄额头和下巴都是让人期待 此前有消息称 Vivo Next 3将采用屏箱摄像头设计 但是从目前行业的整体状况来看 屏箱摄像头正在研发阶段 所以弹出式摄像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而对于误触问题 Vivo产品经理正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 表示Vivo Next 3基本上解决了误触问题 玩游戏上网者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误触问题应该不担心 除此之外 Vivo Next 3系列 此次也会有5G版本推出 至于发布时间方面 目前强出的消息会在9月12日正式登场 好了 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达资讯就在智能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双周测频道 免费双新极库品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